兄弟们大家好 今天我拿到了一款向未发布的手机 清城定制手机N1 这是一款中国联通定制的产品 你先来开箱看一下 清城N1的包装盒内到底都有什么 黑色清城N1一部 资料袋一个 里面包含了一枚卡针 一本操作指南 一本保修卡 Mac USB数据线一条 3.5毫米 入耳式耳机一条 耳机虾一对 以及充电器插头一个 清城N1为黑色机身 机身正面为一块5.0英寸的屏幕 分辨率为720P级别 机身顶部会内置一颗500万像素的 被照式摄像头 屏幕正上方为调清清筒 调清清筒的上方 你也可以看到距离感应器 以及光线感应器 屏幕下方为三颗 标准的安卓按键 机身的右侧 为SIM卡插槽 使用刚才的卡针 可以将其捅出 清城N1的SIM卡为 Macro SIM卡 机身顶部 包含了Macro USB接口 和3.5毫米耳机插孔 机身的左侧 为音量调节按键和电源按键 我们开机来看一下 清城N1采用了一颗 1.2GHz主频的四核处理器 搭配1GB RAM和16GB ROOM的内存组合 整体配置非常主流 清城N1的系统 为基于安卓4.2.1定制的 9UI系统 9UI系统将图标全部排列在桌面上 取消了2G菜单 通过左右滑动 可以切换不同的桌面 9UI系统的一大特色 就是其小空间 长按桌面 即可调出添加插件的界面 长按插件 可以放到桌面上 通过插件 可以控制音乐 9UI系统 支持多主题分格的替换 系统内置 本地内置三套主题 在线 包括两套主题 除了更换 可以更换主题外 还可以更换壁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